为了推广环境教育向下扎根 桃园市环保局不仅每年推出环境教育绘本创作征件 这几年更延伸举办小小说演家竞赛 邀请小朋友发挥创意巧思演绎环教绘本故事 将从即日起到4月30号强力目击中 那我们也举办了这个绘本的小小说演家的活动 那只要做读国小的小朋友呢 一到三人就可以成为一组 然后不拘行事 用任何形式表演我们绘本的内容呢 在4月30号之前上传到YouTube就可以完成报名 那我们会在6月4号呢举办我们这个小说演家总决赛 小小说演家表现方式不拒 可以加入创意巧思跟各种辅助道具呈现 竞赛分两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以预录90秒的说演影片上传网路进行报名 经评选后进入第二阶段的决赛 欢迎小朋友们踊跃参加 那我们也会选出这个优良的一个小小说演家 然后后续呢我们也会协助他安排到学校或是在各个环教生活的一个相关的展览进行表演 那欢迎家里有就读小学的那个家庭呢 决赛将配合世界环境日在6月24号登场 小小说演家第一名就有8000元的奖金 还会安排到其他学校进行表演 希望借由趣味的说演将环境保护的知识跟观念落实扎根 记者Live1 投影报道